为了更加有效防疫 大部分市民都已经接种了疫苗 长仔黎要长也已经打了三针 但他就因为未能将有关资料 加到安心出行应用程式 而在网上求救 从上面可以看到 他的疫苗通行证 显示为未符合要求 不少网民都有提议各种方法 未知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不过他第一次发文的时候 直接就显示了整个QR Code 在网民提醒之下 他立刻删除原有的照片 用途遮好了 再重新上载